大家好,又是我的時間 我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有關於 星期二大家是否會看一宗新聞 有關深水埗警區特別職務隊的警員 拉了一名 懷疑藏有三黑 懷疑霹靂可卡恩 很厲害 拉了一個25歲的本地男子 之後這些警員就把這位男子 押送到壽茂平 寶達村的住所調查 之後就在他的單位裡面 檢獲了27克懷疑可卡恩 5克懷疑戴麻 和一個電子磅 這個行動裡面 他都檢獲了毒品 估計超過五萬七千元港元 在調查期間 這個男子在現場逃走 警方立即在附近一帶 搜查和兜截 沒有發現 為什麼我要說這宗新聞呢 我不會評論這宗 這些警員 為什麼會走犯 那樣我就不作評論 因為大家都不想 但是呢 那我就可以分享一個 約剛年前 幾年前 我聽一個懲教署的朋友 他曾經 帶過一個犯人 準備上庭 在等候上庭的期間 通常 懲教人員 就會跟 犯人 就會聊一下 或者大家在這裡 討論一下 你需要什麼的 你按情討論 經常性的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都沒無無聊聊 犯人又可以說出來 當故事說一下 沒什麼秘密的 監房地 懲教人員 也是好像吃花香一樣 經常都交流 所以都不是一件 什麼 什麼是很特別的事 還有呢 往往呢 在懲教人員身上 收到的風呢 都是比較 最貼地 和最接近現實的 因為那個犯人 都沒有 必要要再隱瞞你 或者騙你 那好吧 這個故事 是關於這個犯人 這個犯人 也是需要毒品的 大家都知道 香港 販毒運毒 比撞死人 這個也是必然的事實 這個犯人 我沒有聽 我聽我的朋友 如果他沒有記錯 應該他 都要有一定數量 好像說那個案 都是考慮判他18年 量刑起點 哇很厲害 那好吧 如是大家在這裡討論 坐18年 你這個犯人 都只不過可能是 二十多歲 所以 都在這裡問 你 怎樣的 有什麼想法 對自己人生 通常都是說 那些新屋皮 因為都沒有什麼好說 因為已經 叫做什麼 叫做汗死了 我們都叫做 都在等判刑 落到懲教署手上 當然是走不掉 怎麼會走得掉 懲教署手上 始終 都是香港最專業的 壓送犯的部門 如果懲教署走得掉就糟糕了 說這麼多 就慢慢開始說回他的故事 這個犯人 要是需要運毒 販毒 被海關 被捕了 我想被捕了沒什麼 調查期間 其實海關都需要 一手一腳 去進行這個檢控的程序 所以呢 帶這個犯人 回家 搜證 都是拿在海關上 即是他們的責任 和職責 如是者 這個犯人其實都知道 心打掃大約要判幾年 所以一直都密謀 一個機會 希望可以 走一路 因為他知道 在海關手上 是他唯一 一個機會可以走一路 那好吧 如是者 他一直都在 不斷思考這個 逃走方案的時候 到 那天 海關人員 壓送到他回家 剛好 他就是住在那些 我想大家都知道 香港 最多最經典 以前有看過 藍田那些 一座二座 十幾層 酒量很長的 舊樣公屋 舊樣公屋 他就是住在那些公屋 他好像都說 住在七樓頂樓 好像十二十四 類似的高 忘了 如是者 海關人員 壓送到他回家 到大門門口的時候 那天 正值下午 一個五歲的時間 這些公屋 通常都比較 年紀 比較大 老人家居住的 所以在這些 下午時間 甚少有人 出入 我相信住在這些 類型公屋的人都知道 是比較 雷糧爽爽的 你又很喜歡 躺在家 睡著睡覺 那好吧 他一路 等海關人員 帶他回家的時候 去到大門 因為他有養狗 他的狗很吵 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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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他又被海關人員 鎖 我們俗稱叫孖葉 即是手扣 鎖住 帶他回手 他靈機一觸 他就跟海關人員說 喂 阿Sir 我家裡養一隻狗 如果你 不是我進去 他會爭吵人的 很大隻的 不斷在 不斷吹 吹大忌蜜 他知道這個人生 未來這二十年 最下一次機會 可以 走得掉的機會 所以他當然是七情上面 不斷吵人一次 吵哥哥 那些海關人員 看見自己也有四五個 不怕你了 那就算了 打開你手扣 讓你開門進去 安撫一狗 如是者 在海關人員 打開庫媽葉 那一剎那 他大叫了聲 嘩 在這麽長的走廊裏面 回音都未停 他已經 拼命不斷走 走走走走走 他是跟我的朋友 憶術翻 他說他人生都未試過 拍得這麽快 還有樓梯 都跳得這麽高 你也知道 那些公屋樓梯 起碼都十幾級 一流去跳下去 嘩 不斷哨 訓誌他走走幾層之后 他突然在某一層 跑出走路 從另一邊再路 因為他怕 不及他得太快 所以他就決定 中途轉到第二個出口 一直在地上,整個人打爛陣,想著可以逃出新天的時候 一推開大門,一出電梯口,突然在面前有幾個人出現 原來正正是另一班海關人員,想著坐電梯上去匯合他們 按鈴的時候,他們一撞開大門,兩班人一死目督塔一看 他們說那一刻真的由天堂跌到地獄 如果他中途沒有轉到另一個出口,又或者他跑慢一點 可能他已經逃脫了,他說他一走一定不會去香港 一定找爸爸媽媽殺盡加罪離開香港 即是走路去馬拉,走路去台灣這些 這個也是我聽完這段新聞之後,讓我回憶的故事 分享給大家,拜拜